他是专家,我是业余爱好者 下面业佳人唱一段山东坏塑胶学文化 请欣赏 掌痛是学文化 老师耐心的脚背卡 学文化先选简单的 一开始不能够太复杂 这一字画一笔,二字画两话 张宋之问听心暗详 不用问了三字顿事画三话 怎么那么巧,怎么那么了 他和老师说的那豆腐茶 没问四字这么邪 手指手指就为了假 他好人就问那个老张话 不是按老张说大话 什么样的文章我都回话了 哼,人家那些,他回话了这一件 借帮万大爷来找他 万大爷,左手拿着一封信 又是不定这个顺利又叫下我 进了门,就把那个老张叫 我说张同志在讲吗 是你啊 哦,万大爷,是你啊 里边请,里边坐 不不不不,万客气张同志 我想请你写方信 稍息叫我儿子来躺家 哦,就这么一点少数 好说,好说 万大爷 你儿子他姓什么 张同志 哦,我姓万 我儿子他也姓万 哦,糊涂了糊涂了万大爷 你儿子他叫什么名字 张同志 我儿子他叫万败钱 张同志已经想麻烦了 万败钱 万败钱 一字画一笔,二字画两画 万败钱我得画大概一万一千一八画 张同志万败五金来 套出了个笔法画画 你看他这个上一画,下一画,左一画,右一画,横一画,顺一画,顺一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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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画 一列画了两种痛苦 两只个不都放了吗 小花在康城入气 叔叔叔叔叔快点儿画 我还要什么回汤家 赵同志万败 就是五字发红 放下了港币,把画说 小花,你写你数字写的慢呢,是不是 你没想想你点那个名字多复杂 万败钱 一字画一笔,二字画两画 万败钱我得画一个一万一千一百画 叔叔叔叔叔,别发红 早知道写信就是广化的 画的还有个好办法 阿们家用一把扫帚 一扫帚就是好几百画 我给你拿去,叔叔叔叔叔 小花,你等等 那眼眼后边还有一把耍子 我看,你把它看完 我们眼睛一块儿帮它画吧